陌后一条 神通的根源为何 为何佛魔的神通无法分别 分神通是能力 从神通上来讲的是 没有法子辨别佛格魔 神通是自信的本能 我们迷失了自信 恢复一点小的能力 有三大类 一类是报德 人死了 人死的轨道 轨道是报德的神通 天然道是报德的神通 你一生天一变成恶鬼 立刻五种神通去除 那这叫报德的 另外一种是修德的 那都是修禅天 修清清清 神通可以恢复 那恢复的大小是你的定功前身 那我们讲过多次 你振虚脱寒鬼 恢复年中 天言天耳 你振到二苦 四头寒 又多了年中 虚命他心 你振到第三苦 那又恢复一种神祖 神通变化 振到阿罗汉苦 那漏尽通出现了 漏尽通是什么 就是职责断掉了 见死烦恼 没有了 六道轮回就没有了 你就出力三界了 你到四圣发界去了 神闻云去了 那么第三种的 神通的方法呢 药物 这个差不多是什么 心眼道 魔道 有用药物的方法 帮助你恢复 这个能力都不是很大 也知道未来 大概三个月以内的事情 会很准求 将三年以外的 那靠不住 另外的呢 就是 由灵 加持你 那这个神通 不是你自己的 灵 负责你身上有 他离开了 你却没有了 那这样 这种呢 像这个 美国的凯西 那就是灵 负在身上 那么这个 很普遍 我们遇到很多 灵鬼 负人 灵鬼 很好的 很善的灵鬼 他来给你通一些讯息 特别是灾难的讯息 疾病的讯息 让你知道 预防 那个 我的灵鬼的时候 他会 他会作弄 他会叫你受苦受难 这都很难说的 所以单从神通上讲 魔福不分 所以福 不用神通 做佛 做神通 做佛 魔就能冒充 佛 那你就无法辨别 那个大的魔王神通光大 你看到眼睛就看到 所以佛用教训 魔不能教训 魔对这些道理不同 他有法术 所以佛 绝对是不以神通 做佛 这个一定要知道 那佛菩萨实现神通 如果破露身份 他马上就走了 决定不会留在世界 身份破露了 还在这个世界 这肯定是假的 不是真的 今天难得时间到了 这些问题全都答复了 我现在就帮我 我再度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